继续看到中共政坛地震高官令计划落马后 有陆媒公开称 令计划和薄熙来、周永康等人存在同盟关系 专家分析这是中共罕见的侧面承认 有政变集团存在 而政变集团的庇护者下一步也将面临整肃 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大陆媒体财新网 在令计划落马后抢先在微博上发布报道 称有迹象表明令计划与周永康、薄熙来等人 存在某种同盟关系 报道随后被删除 而专家则从报道中解读出罕见的信息 关于政变集团外媒的报道有多种说法 有外媒消息称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中共党政军要员 长期策划秘密网罗巨大的人脉资源 计划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干涉习近平接班 或者放任社会矛盾高涨 再以重大失误为由促使习近平在任内下台 也有外媒报道称在薄熙来落马之前 周永康有意让薄熙来接任政法委书记 联合他们在党政军高层的同盟 令习近平政令不出中南海相当于软政变 但无论哪种都需要更高层级的人脉支持 网民调侃 如果秦城监狱也有朋友圈 会发现一众江派高官旧部已经在秦城聚会 而外媒引述消息来源列出打虎的清单上 近期的潜在目标可能还有江派要员 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中共十八大以后四个副国级高官落马 省部级高官落马45人以上 军队的将领也被大洗牌 利益集团的奶酪被翻盘 窝解关注习近平的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新唐记者林澜 纽约报道 帮助 军队的封销